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祢 把祢的同在赏给我们 祢把天多多地给我们的姊妹 让我们今天借着这些诗歌 我们也能够来到属天的境界 主我们说祢在这里 主我们都要把鞋子脱下来 因为这是圣地 我们感谢祢把祢荣耀的同在赏给我们 我们求祢继续借着祢自己的话 来对我们说话 来对教会说话 主啊 求祢把天给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今天是2019年 2018年的年尾 2019年的年初 在93年以前 1925年的结尾的时候 何圣恩姊妹跟尼弟兄一起祷告 在祷告里面 何姊妹对主说 主啊 你真的要让1925年过去吗 你真的1925年你没有回来吗 我求你在1925年回来 这个祷告深深深地震撼了我们的弟兄 两年以后 在上海 1927年的年底 在上海有事情发生 李小姐 汪小姐 还有我们的弟兄 在上海就开始了上海的聚会 1927年12月 他们在文德里租下了房子 1928年的1月开始了第一次的得胜聚会 20年以后 1948年的春天 1948年5月14号 在以色列 是以色列复国 在上海 大概是 在福州 大概是三四月份的时候 福州大复兴 回去上海以后 上海大复兴 后来复兴在全国各地 北京大复兴 香港大复兴 台湾大复兴 那是20年以后的事情 到今天 又过了70年 我们的姊妹 已经被主接去 我们的弟兄 也被主接去 那我们要问的是 今天 如果神的旨意 要继续通行在地上 如果今天 要有人 催促主耶稣 继续地回来 我们需要有像姊妹一样 有被提的灵的人 像姊妹一样 等候主回来的人 那这是 我们在过年的时候 我们要思想的 一个历史的故事 也让我们知道 我们今天 要怎样行 请翻下一页 请翻下一页 上面帮我提醒一下 我们要交通一点 信息 那我在主面前祷告 我想 有几点 跟大家简单地提一下 我们的时间很有限 所以我只能很简单地 跟大家讲 我们是来听诗歌的 那我想在 这一首一首 诗歌的里面 我用一句主的话 这是一个 我们听这一次 诗歌聚会 我们每一个人 深处地祷告 歌中之歌的话 求你使我也得听见 但愿我们在 姊妹的诗歌里面 这是一个 苏拉秘女 所发出来的声音 那就像歌中之歌一样 到歌中之歌的最后 有一个呼喊 那就是这一个歌 是要我们祷告的 求你使我也得听见 那今天我们所听见的 这些诗歌 也可以说歌中的歌 那我们也要发出 这一个声音 求你使我也得听见 所以我们会从歌中之歌 来看我们的姊妹 来看姊妹的历史 姊妹的诗歌 以及姊妹对于我们今天 我们所走道路的意义 说道歌中之歌 与中国有很大的关系 为什么 因为第一 歌中之歌讲到了葡萄园 第二 歌中之歌讲到了羊群的角中 第三 歌中之歌讲到了 见证的百合花 教会历史两千年来 一直都有葡萄园 什么叫葡萄园 葡萄园是种葡萄的 那你在葡萄园里 看见葡萄 你看见的是什么 那我们知道 当然葡萄代表的是 那位丁实价的基督 主耶稣在33岁的时候 他上了变化山 在那里他就可以出去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主耶稣从变化山上下来 他面向耶路撒冷而去 他没有在变化山上去 他是在十字架 他是在耶路撒冷 他才上去 从变化山 一直走到哥哥他山 他在变化山上 他好像是葡萄 他在哥哥他十字架上 他好像是被丢进 酒榨的葡萄 葡萄的目的 在圣经来说 不是为了果子 而是为了葡萄酒 如果你到以色列去 你到去参观葡萄园 你会看见有亚酒池 亚酒池有上面一个池 有下面一个池 当葡萄收成丰收的时候 大概是九月十月 葡萄收成的时候 收葡萄的人 就会把葡萄收下来 然后丢在亚酒池 上面那个池里面 然后他们会把鞋子脱掉 就赤脚到里面去 踩那一个葡萄 因为如果把葡萄籽 踩破了会苦 所以他们把脚脱去 好掌控 他们就踩在那个葡萄上 当他们踩在葡萄上的时候 好像是红红的血流出来 你看见葡萄的那一个池 就从上面的池流流流流 流到了下面的池 然后下面的池 这就是亚酒池 慢慢经过发酵 它就会成为美酒 在冬天可以把喜乐带给人 那这幅图画 葡萄园让我们看见的是葡萄 但如果你从属灵的角度 你就知道这个葡萄是指着基督来说的 那不仅是基督 葡萄 主是葡萄 所有跟随主的人 也要成为在主的葡萄园里面的葡萄 如果我们看教会历史 有许许多多的葡萄园 但有一个葡萄园 它非常明显的是葡萄园 那如果你看1900年的历史 你就知道 中国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葡萄园 有许许多多跟随主的人 他们也像葡萄一样 主被丢在上池 压出酒来 那这些跟随主的人 也被丢在这个池子里面 压出了酒来 有许多西国的宣教士 成了葡萄 也有许多中国的弟兄姊妹 成了葡萄 又过几十年以后 大家知道历史的故事 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 又有许许多多的葡萄 像他们的主一样 也被丢在压酒池里面 成了葡萄 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中国 我们想到的是什么 我们想到的是主的葡萄园 我们想到的是主成为葡萄 我们也想到跟随主的人成为葡萄 弟兄姊妹 葡萄园乃是充满了美丽 葡萄园乃是充满了丰收 这是我们面对今天 今天也有很多的力量 要把人变成葡萄 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听和姊妹的诗歌 我们应该知道这是荣耀 没有人会拒绝冠冠 没有人会拒绝荣耀 那一个接受荣耀 接受冠冠 接受葡萄的 那是教会 第二个 羊群的教宗 教会历史2000年来 我们一直看见羊群的教宗 但是是到今天 到中国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 归向主的时候 你就知道 羊群的教宗 已经来到了人类历史的末期 第三个 见证的百合花 教会好像是百合花 世界好像是荆棘 侍奉主的人 跟随主的人好像是百合花 抵挡主的人好像是荆棘 那你在教会历史里面 你看见羊群的教宗 你看见圣灵的水流 你一直可以看见 百合花在荆棘中 我的妹子在人群中 好像百合花在荆棘中 但是你特别看到中国 尤其你特别看到 何世文姊妹 你特别看到 她所接触的果子 尼托森弟兄 你用什么来形容 他们的一生 你用什么来形容 他们所产生的见证 弟兄姊妹 葡萄园 羊群的教宗 和见证的百合花 说到歌中之歌 说到中国 有许多的话要说 那简单地说 等到福音来到了中国 等到中国的葡萄园起来了 等到羊群的教宗 来到中国了 等到中国有见证的 百合花来了 那么歌中之歌 就要被完全地解开 不仅要被解开 而且要被实行 所以在中国 有尼托森弟兄 他有许多的贡献 他其中的一个贡献 就是他把歌中之歌 解开了 而且他亲自成了 那个苏拉秘女 去经历 歌中之歌 所经历的 你读赛数的莓果 你就能够看见 原来这是歌中之歌的 中国版 但是能够产生一个 中国的苏拉秘女 是因为有许许多多的 苏拉秘女 她们来代表了 历史历代的葡萄园 她们来代表了 历史历代羊群的教宗 她们来代表了 历史历代 见证的百合花 那其中有三个代表人物 头五十年的代表人物 是马里逊 她是第一个 来到中国的苏拉秘女 第二个五十年的代表人物 是戴德森 她是可以说是 代表了第二代的苏拉秘女 戴德森亲自写了 一本歌中之歌的注释 Union and Communion 中文翻成香草山 所以又是一个苏拉秘女 但是最后一个代表 也是最隐藏的代表 就是我们这一次诗歌所唱的 这位诗歌的作者 何首文姊妹 众童女都爱你 这个童女这个字 是指着 好像脸被遮起来的 那原文就是隐藏的意思 所以众童女 也可以说是众隐藏者 教会历史 就是苏拉秘女的历史 也是隐藏者的历史 一个非常非常像苏拉秘的 一个非常非常像隐藏者的人 这就是何首恩姊妹 但是一个隐藏的 一个用爱来到主面前 跟随主的人 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你看见他改变了 整个的中国的葡萄园 他改变了整个中国的牧场 他改变了整个中国的河场 为着这一个 我们要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何首恩的诗歌 就我们有资料的 陈弟兄告诉我们有43首 他出的英文的 抛锚无限 然后在陈弟兄的诗歌集 他里面 他翻译了25首 有一些大部分是没有被翻过的 那在圣徒诗歌里面 有13首翻译成中文 在我们平常唱的选本诗歌里面 有15首 所以你就知道大部分 何姊妹的中文诗歌 中文的译本 你在别的地方是找不到的 你只有到他 陈希增 陈弟兄的这本诗歌集里面 可以找得到 陈弟兄他摸到了那个负担 他知道何姊妹的诗歌 对中国教会来说 是一笔重要的遗产 当然对普世教会 也是很重要的遗产 所以他把英文的诗歌整理出来 他也把大部分翻成了中文的诗歌 目前我们其他资料收集起来 我们一共有找到50首 何姊妹的英文的诗歌 其中有38首已经翻成了中文 何姊妹自己说 诗像奶与蜜一样 是生命的流露 都是经过学功课受对付而来的 不是一招一息成功的 那他自己的诗更是如此 当我们听这些诗歌 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 让我们记得这句话 这就像歌中之歌一样 歌中之歌不是唱出来的 乃是从爱 从生命里面产生的 所以歌中之歌 不是谁都可以读得懂的 何姊妹的诗歌 不是谁都能够读得懂的 但是那一些愿意跟随主角中的人 那一些愿意认识基督的人 那一些愿意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的人 我们可以 也应该要来认识这一些 像奶和蜜一样的诗歌 何姊妹的一生 就像歌中之歌一样 当你打开歌中之歌 歌中之歌不仅在 你弟兄为我们解开 在过去的十年里面 感谢主 陈弟兄为我们进一步地解释 解开歌中之歌 这又是发生在中国的弟兄姊妹中间的 那陈弟兄告诉我们 如果你好好的去读歌中之歌 歌中之歌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字 就是圆子 圆文应该有四个字 那你把这四个字都读过了 你到圣经里去找 你能找到一些规律 开头有圆子 结束有圆子 那中间大概是有四座圆子 春天的圆子 秋天的圆子 春天的圆子是为着美丽的花 那个圆子代表的是美丽 那这个圆子当然代表的是生命 代表的是丰盛的生命 美丽的生命 那对于圆子 对于生命 神有两个期望 第一个是春天的期望 开花的美丽 第二个是秋天的期望 结果的丰盛 在歌中之歌里面 把灵命的历程 告诉我们是 第一个春天的圆子 第一个秋天的圆子 然后第二个春天的圆子 第二个秋天的圆子 当你把这四座圆子 把它放在 何姊妹的人生当中的时候 很可惜 我们不知道 何姊妹所写的诗歌 是什么时候写的 我们没有办法 进一步地去对照 因为她是一个 她实在是一个隐藏的人 我们只有非常有限的资料 我们只有诗歌本身 但是就着我们所知道的历史 大概我们能够摸得出来 她经过了第一个春天 她经过了第一个秋天 她又来到了第二个春天 她又来到了第二个秋天 这就是何姊妹一生的故事 我们简单地来看一下 我想我们也许没有时间读所有的 但是第一段地我们来念一下 我们把这里的圣经一起来 请 听那是我良人的声音 看那她闯山越岭而来 我良人对我说 我的家傲 我的美人 起来与我同去 因为冬天以往 雨水止住过去了 地上百花开放 百鸟鸣叫的时候 已经来到 班鸟的声音 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 五花果树的果子 渐渐成熟 葡萄树开花放香 我的家傲 我的美人 起来与我同去 良人属我 我也属她 她在百合花中 牧放群羊 何姊妹第一个阶段 是1869年 她出生 一直到1896年 她第一次来到福州 来到中国 那个时候 她应该是27岁 在这20年里 27年里面 发生了许许多多事情 是我们讲不完的 是神预备了一个最好的时间 到时候到了 神把我们的姊妹 从英国带到了中国来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戴德森 在1865年 开始了内地会 穆迪 在1872年 到了英国 开始了一个福音运动 三年以后 1875年 在英国 开始了开西特会 这三件事情 都是英国人 美国人做的 但是这三件事情 都对中国 有直接的冲击和影响 穆迪传福音 和中国有关系吗 1875年 那已经是穆迪 好几次 第几次去了英国了 在伦敦 穆迪 有布道大会 8000个罪人 在同时 在伦敦南部的 Brighton 开车一个小时 海边的Brighton 是开西聚会的前身 开西聚会是7月第一次 5月的时候 在Brighton 有一次聚会 8000个传道人 这就是开西运动的开始 借着目的的传 目的就像宋上节 开西运动就像尼托生 借着目的的传福音 借着开西运动的圣灵 圣洁和灵命的晋升 主预备了 戴德森做代表 主预备了一大批的苏拉命女 在内地会当时有一个代表 叫做剑桥七节 剑桥七节就是标准的目的 和开西配合的结果 这些学生因为目的 传福音受感 然后他们都接受了开西的教训 所以借着这20年的工作 主为中国 主为戴德森弟兄的内地会 预备了许多高品质的宣教士 如果今天我们要回顾 福音的门是怎么打开的 那我们要看见一个特点 是借着一个会传福音的目的 借着一个会造就人的开西聚会 所以后来在中国也是类似的故事 借着一个会传福音的宋葬节 借着一个会造就人的弥陀生 今天教会的路在哪里 我们看看历史就知道教会的路在哪里 这两个运动直接影响了圣公会 我们看到圣公会常常觉得是负面的 但是事实上 在何寿温出生 1875年 何寿温是6岁 在1875年到1895年 这20年的时间里面 母地跟内地会 跟开西运动对圣公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其中结了许许多多果子 其中的一个果子 就是何寿温 我们讲1895年所发生的事情 在福建的弟兄姊妹 应该知道1895年发生了一件大事 这件事情有一个背景 因为借着第一次鸦片战争 南京条约1842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 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 圣公会就代表了英国的国家 因为是国家教会 所以在许多宗派里面 一个最难传福音的宗派 就是圣公会 所以到了何寿温出生以后 大概是70年代 80年代 圣公会的弟兄们 就觉得 把男的宣教士 把弟兄派到中国去的效果 可能会比不上把姊妹拍过去 所以在70年代 80年代 他们就开始探讨 有一些去了印度 有一些去了日本 有一些来到中国 应该是1883年 第一个姊妹 女宣教士 来到了中国 来到了福建 后来陆陆续续 在这12年里面 来了许多的女宣教士 到了1895年 名分 那时候四处都有教案 1895年就爆发了古田教案 在古田教案里面 有一位弟兄 五位姊妹 再加上五个孩子 他们训到了 被不明真相的中国人 被邪灵搅动的中国人 杀了 最早来到福建的高教士 他那时候被打了 受伤了 脸上全部是刀伤 他躺在地上 他还有知觉 他就装死 然后当时的暴徒来了 他们看他倒在地上 他们就把他的头盖骨敲开 但是就到这里 他们就走了 感谢主 高教士后来留了下来 他回到英国去治病 一年半以后 1897年 他再一次踏上了福建的土地 1895年 古田教案以后 两个礼拜 也就是这些受伤 刚刚讲的是死的 还有许多受伤的 也就是这些受伤的姊妹们 他们还在疼痛当中的时候 他们写信给英国 他们说 请你们 走了十一位 请你们再派十一位姊妹来 何寿恩 就是直接响应 这一个要求的 那一批的姊妹 所以现在你就懂得 什么叫做1896 1896是发生在1895的后面 想想看 高教士带着满脸的伤痕 他回到古田去 继续传福音 亲爱的弟兄姊妹 枪和炮 南京条约 打开了国门 但是关闭了新门 中国人的新门 是怎么开的呢 是借着这一些 把自己种在中国土地上的 这一些弟兄姊妹 那尤其在圣公会的女差会里面 有一些姊妹 他们为主 把他们的生命 撒在了这块土地上 这是葡萄园的来历 所以人告诉我们 历史告诉我们 在那一波复兴里面 本来在福建是很难信主的 但是在那一波复兴里面 古光古田 就有好几千个人信了主 当我们读歌中之歌第二章的时候 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 复活的呼召 复活的主 他进入死亡 但是他从死亡里面出来了 然后他呼召苏拉密 凡是要爱他 要跟随他的人 要灵命成长的人 你遇到的是复活的呼召 那我们把这一个 放在中国那一段时间里面 你就看见中国的国门打开 那正是歌中之歌第二章的情形 冬天以往 雨水止住过去了 这个冬天从十字架 一直到1807年 这个冬天还延续从1807年 一直延续到了1900年 但是等到义和团运动 等到葡萄园 大规模的葡萄被丢到酒扎里去的时候 真的冬天以往 雨水止住过去了 许多人他们把自己撒在了中国 借着他们的血浇灌了这一片土地 地上百花开放 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 班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 五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 这是春天的果子 葡萄树开花放香 我的家偶 我的美人 起来与我同去 这就是和尚恩1896年来到福州 同一个时候 同样的圣公会的女差会 1896年有另外一位 大家都知道的姊妹 贾爱美 Amy Carmichael 她到了印度 他们两个是完完全全的同代的人 一个到中国 一个到印度 你怎没有伤痕这一首诗歌 还有大家所读的弱 那就是贾爱美的她的作品 这是和尚恩的第一个阶段 当他1896年到了福州以后 他写信回去给英国 他说十年前的愿望 今天终于如愿了 所以我们知道1875年开西运动开始 1885年86年是和尚恩蒙招 然后1896年是和尚恩 1895年96年是和尚恩来到中国 我们有许多的理由相信 那时候的和尚恩 已经是受了开西的影响 你看他后来 他的道路 他能清 他身上有明亮的见证 第二个阶段 然后他能够忍受十字架 他是一个接受开西信息的一个人 所以虽然我们不知道 神在他身上做了多少工作 但是我们相信开西运动是为着和尚恩 和尚恩也是为着开西运动 第二个阶段 1896年到1906年 这是和尚恩第一次在中国的十年工作的时间 他在葡萄园里面 他工作了十年 当和尚恩来到中国的时候 他是带着灵命的第一个春天 在他身上有圣灵工作的痕迹 在他身上也有教会历史储蓄的基础 他和他所代表的阳群教会 把这一些带到了中国来 这是第一个春天 然后经过了十年 他在中国 我们不知道他做了多少的工作 我们只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的姊妹是结果累累的 时间关系 我们就念第四章十六节 一起来 北风啊兴起 南风啊吹来 吹在我的园内 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 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院里 吃他佳美的果子 他是一个隐藏的人 很多他在中国所做的 我们不知道 不要说那个时候不知道 后来除了他和尼弟兄对话 除了后来人传说一些 口传的 那再就是他的诗歌 他没有留下任何的东西 来彰显他自己 但是我们很有把握地知道 当他来到中国的时候 就是因为有北风兴起 所以他来的 但他来了 他不是只是白白样子 他来 他真的种在中国有十年 他应该是结出了许多的果子 有几件事情 我们是有一点痕迹的 1898年 他来了两年以后 三月份他写信给伦敦的差汇 他说请你们准许我们 继续留在原地 想想看这封信要过多少时间到那里 然后再过多少时间才有回信 一来一回最起码是一年 这就是当时的环境和条件 此地的事工越来越荣耀 我们三位姊妹有做不完的事 这是我们能够找到的一个小小的暗示 第二件事情 1899年 他和姊妹们一起负责一所宁台圣经学校 和学生一起布道 1905年 就是到了他这个阶段 快要结束 11月 在福建每一年女差汇 有年度的大汇 1905年的年度大汇书记 是我们的姊妹 她负责会议中的记录 和会后向伦敦差汇的汇报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的姊妹在众童女 在众工人中 她是担责任的 1905年12月 女校的负责权就落在了姊妹的身上 那很有可能 就是因着这样的一个变化 所以后来攻击就来到 那个时候学校有200个女生 学校的首要目的 是首先让这些女孩子成为真正的信徒 和耶稣基督真正的跟随者 然后如果时间许可 把她们变成受差 受打发的工人 姊妹工人到中国人中间去工作 这是那个女校所负责的 我们不知道这些姊妹们 这些女差汇 她们的果校到底有多少 但有一个数字我们是有的 1887年 整个英国圣公会的拆会 当时有不同拆会 英国圣公会的拆会 有6700个信徒 到了1903年 大概是16年后 变成了12000人 那弟兄姊妹记得 福音那个时候是 土是非常非常硬的 但是在这15年里面 大概有6000个弟兄姊妹归主 那这其中有许多的果子 是和女差汇的这些姊妹们有关的 当然从1896年到1903年 是我们姊妹所在的时间 最后我们有的一些证据 就是一些记载 就是和尚恩姊妹在福州桃树女中 教书的期间 因着她卓越的生活所流露的生命 有许多的学生受她吸引 渴望接受她的指导 于是就招来了校长的嫉妒 给她扣上了十条罪状 这大概就是姊妹的第二个阶段 那哪里有丰收 哪里就会有仇敌的骄扰 为什么神允许姊妹 被逼回到英国去呢 那在人看这是不幸 那如果我们有歌中之歌 我们就知道 原来圣灵到了第一个秋天 第一个结果的时候 神还有更高的目的 这个事情发生在和尚恩姊妹的身上 非常明显 这个事情也发生在尼弟兄的身上 这个事情应该会发生在每一个真正愿意跟随主 真正愿意做苏拉蜜 真正愿意在主的葡萄园工作的工人的身上 当你发现有这样的印记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是苏拉蜜的印记 在第一第二座园子和第三第四座园子中间 歌中之歌有第五章的前面几节圣经 那根据陈锡森弟兄告诉我们 在尼弟兄之前 宾路易师母也好 戴德森也好 然后扣姿也好 他们到了这里 他们对这里的领会不够 为什么 因为他们似乎缺少那么典型 那么有代表性的经历 但是这个经历发生在尼弟兄的身上 所以当尼弟兄在西湖1935年 他对着七位弟兄姊妹 那个聚会是很小的聚会 因为那正是他在疗伤的一段时间 但是正是借着这半年的伤 圣灵把尼弟兄带进了歌中之歌 第二座园子和第三座园子的中间 但是如果我们在尼托森身上 尼弟兄身上发现一个特点的时候 你回到何收恩的经历里面 你多半能够找到类似的事 当然这一段并不例外 是借着何收恩所经历的 但是是借着尼托森所解释的 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一段的故事 刚刚我们的弟兄已经讲了 因为有同行嫉妒姊妹 所以后来就给他冠上了十条罪状 事情传到了英国 那何姊妹在这里用什么态度 来面对这个事情呢 他选择了羔羊的道路 就像他后来对尼弟兄所讲的 他说你像不像一个背十字架的人 你身上有没有羔羊的样式 这就是他当时选择 默默离开的原因 他在主面前觉得 如果母子和小子争论 只会叫头受到伤害 因此我应当离开这所学校 所以为着顺服主 他就默默地离开了学校 他没有为自己辩护 他回到英国 他也没有向英国的母会辩护 他一直默默地接受十字架的羞辱 我给大家念一下 尼弟兄对于这一段的解读 我想尼弟兄的解读 不仅是解释他自己身上的遭遇 也是解释和姊妹身上的遭遇 也是解释千千万万跟随主的人身上的遭遇 尼弟兄说 这一个呼召 我们前面第二章 春天的园子是复活的呼召 第四章秋天的园子是升天的呼召 那来到了第五章这里 我们称它为更深的十字架的呼召 尼弟兄这么说到 他说这个呼召是出乎许多信徒意料之外 他们并不知道十字架里面 还有一个羞辱方面的存在 他们对于十字架并不是没有经历的人 他们为着十字架受过一点苦 受过一点逼迫 受过一点羞辱 但是他们总是觉得十字架是他们的荣耀 是他们的生命 是他们的能力 他们从来没有清楚地看见十字架 真的要变成他们的羞辱 不只叫他们失去世界的名声 并且也叫他们失去属灵的名誉 他们竟然被人看为连神都厌弃他们了 神要叫他们经过试炼 而得不着认识的人的安慰和同情 反而以为他们是被神击打苦待了 属士的羞辱也许是他们从前所尝受的 但是属灵的羞辱在他们身上 却是完全新的经历 这一种的误会所发生的羞辱 会叫他们深深的感觉 是因为涉及到他们和神中间的关系 到了这里 他们才会知道 什么叫做补满基督患难的劝缺 听见呼召的人也许还有一个难处 他也许要顾到神的工作 在以往因他所认识十字架的缘故 他是吸引了人来到他那里学习主的道路 以往十字架的经历 叫他成为生命的运河 叫要跟随主的人都跟随他 可是他如果接受了这个新的呼召 让十字架把他带到蒙羞受辱的地位 他岂不是要失去他工作的地位 和工作的机会吗 以往十字架的经历会把人吸引到他面前来 今后十字架的经历 岂非要将人从他面前赶出去吗 今后难道还有人亲近他吗 还有人要从他学习主的道路吗 这一个思想会叫他躊躇不前 所以他就答应说 我脱了衣裳 怎能再穿上呢 在我一切外面行为中 已经借十字架脱去我救人和救人一切的行为 难道我现在要起来 接受十字架孤单羞辱的方面 以致叫人误会 好像我又穿上了我从前已经脱下的衣裳吗 经历十字架已经真的脱离了一切出乎救人的 难道还不够吗 许多的信徒到了这一步 多没有看见十字架有两个方面 消极的和积极的 复活是认识的 十字架也是认识的 不过是在消极方面 所注意的是十字架如何对付旧造 他并没有看见十字架如何对付新造 他只看见十字架叫人脱离的工作 他并没有看见十字架如何叫人进入的工作 因为他误会 以为这些积极的工作是复活的事 哪里知道却是十字架的事 十字架也是在积极方面 将十字架的羞辱受苦误会的模型 印在新造上面 主耶稣的生命本来就是新造的生命 难道我们没有看见 在他身上有十字架给他受苦的模型吗 几十年来 许多人问 尼托生到底是怎么回事 尼弟兄自己 把他自己经历的解释 已经放在了歌中之歌的注解里面 这可以解释何收恩所经过的 这更可以解释 尼托生所经过的 所以我们不得不提一首诗歌 这首诗歌是这一次没有唱的 但是我想我们不能不说 这一首诗歌代表了何收恩 这一首诗歌代表了尼托生 那我们的问题是 今天这一首诗歌能不能代表你 能不能代表我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首诗歌 我很想唱 但是我怕唱了以后 大家不想再唱 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首诗歌 一起来 破悔带我到主怀 悔后如此唱出来 小船若是紧靠岸 生怕风浪的违患 难知在主的怀里 悔后所想的安息 我们哀叹被破悔 岂知破悔当赞美 风浪无情的损伤 使我主怀响未养 在此安息主怀中 何能再将我摇动 破悔之后不需要 任何航行的技巧 虽然人就在航行 却是抛锚在天庭 再不需要作获律 只要我和主同居 破悔成为我存意 其他行者要惊奇 相似残忍的摧毁 时事化妆的恩惠 悔后乃是在主守 由主自己来看守 弟兄姊妹 何舟恩不需要人 为他辩护 尼托森 也不需要人 来为他辩护 破悔成为我存意 其他行者要惊奇 相似残忍的摧毁 时事化妆的恩惠 悔后乃是在主守 由主自己来看守 是十字架 是第五章 把这一位家偶 从第二座园子 带进了第三座园子 我们的姊妹 1907年到1920年 是她的第三个阶段 那正对应的 就是歌中之歌的 第三座园子 请帮我们翻一下 本来你已经到了 多结果子的枝子 但是为了要让枝子 结果子更多 更多 更多 所以神修剪的手 父神修剪的手 就来到了何舟恩的身上 后来也同样来到了 尼托森的身上 那把他们从 第一个春天 第一个秋天 从第一轮的美丽和丰富 带进了第二轮的春天 和第二轮的秋天 带进了第二轮的美丽 和第二轮的丰收 那这个美丽 显在什么地方呢 那你来到 歌中之歌 里面 最宝贵的一段 这也几乎是 全本圣经 最宝贵的一段 在旧约里面 有一段圣经 讲基督 是讲得最高昂的 但是它不仅高昂 而且充满了诗人的细腻 那就是歌中之歌 第五章第十节 一直到第十六节 这一段就只有一个题目 叫做他 为什么 这个家偶会美丽呢 那弟兄姊妹 这就是美丽的秘诀 当他被举起来 当他被我认识 当他被我活出来的时候 那就是美丽 因为第一个阶段的 春天和秋天 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他 所以没有达到这样的美丽 但是当经过黑暗的修剪 十字架的修剪 羞辱的修剪 结果你发现 从第一轮 就进到了第二轮 以前的他 不是那么明显的 因为我的痕迹 还是非常非常的重 但是借着十字架的修剪 我衰微下去了 然后他兴盛起来了 所以一个来到第三座园子的人 他身上的特点 就是他 为什么 陈弟兄诗集 名字叫做他呢 弟兄姊妹 如果你懂歌中之歌的话 你就知道 没有更好的题目 没有比这个更美丽 没有比这个更丰富的 那就是他 我想我们实在 别的经文可以跳 但是这一段经文 我们实在应该要念的 所以我还是 用一分钟为大家来念一下 歌中之歌第五章第十节 我的梁人白而且红 超乎万人之上 他的头像至今的金子 他的头发厚密垒垂 黑如乌鸦 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 用来洗尽安得合适 他的两腮如香花旗 如香草苔 他的嘴唇像百合花 且低下莫要知 他的两手好像金管 镶嵌水仓玉 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 周围镶嵌蓝宝石 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 安在金金座上 他的形状如篱笆嫩 且加美如香薄树 他的口极其甘甜 他全然可爱 伊路撒冷的众女子啊 这是我的良人 这是我的朋友 一个愿意接受十字架修剪的人 才能够更清楚 更明亮地认识他 所以1907年 何时文姊妹回到英国去 这个时候圣灵就引导他的脚步 在何时文姊妹身上 圣灵为中国教会 预备了开戏运动 开戏运动影响他 在中国教会身上 预备了圣公会 你读弟兄会 弟兄会 不接受圣公会的三节 Lightfoot Westcott 跟Mall 这三个人 就是在何首文 开始进入少年了 那在英国圣公会里面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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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 出了三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这三个人的丰富 被尼弟兄接收了 为什么尼弟兄会接受 Lightfoot Westcott 跟Mall Mall有理由 因为他在开戏运动里面 但是另外这几个人 是谁的影响 显然是圣公会 是何首恩的影响 但是 这是何首恩第一次来中国 他就已经有的 但是还有一样宝贝 还有一方面的他 换句话说 第一章到第四章的他 那个时候何首恩已经有了 但是从第五章开始的他 何首恩还没有 这就是何首恩要被打发 回英国去的原因 1907年到1909年 何首恩回去的这两年 他回到老家 Norwich 他在那里遇到了 另一班的弟兄们 这班弟兄年长的 叫做郭怀德 他是 大概是1854年 到1903年 1903年 离开世界的 然后接下来 接续他的 叫做潘汤 D.M. Panton 这两个人 对 尼托森 对 中国教会 对于普世教会 认识他 有很重要的帮助 我没有时间细讲 那为着这个缘故 所以何首恩 身上带着十字架的羞辱 他就回到了英国 但弟兄姊妹 对于一个 以 耶和华为他产业的人 别人可以把你的产业夺走 但是神的应许是 耶和华 是他的产业 用各种资格来说 你可以经过 黑夜 但是 一个愿意灵魂 一个肯 舍自己的命 经过灵魂 黑夜的人 圣灵 能把你带到早晨 你会看见 我们认识他 就像晨光出现 我们没有时间讲 何首恩所领受的 但是歌中之歌解释了 这两年 何首恩回去 做什么 神把何首恩 借着升天的呼召 把他又带到天上 把他带到更高之地 让他看见 更荣美的基督 这是何首恩 在第三个阶段 所发生的 我们称他为 联合的晋升 联合的晋升 有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良人的部分 这是何首恩 在英国的两年 我们可以想到的 他遇到了潘汤以后 他看见了圣公会的错误 圣公会给了他 许多的帮助 但是等到他的光 更强的时候 他脱离了圣公会 他在圣公会 一定是婴孩受尽的 郭怀德 看见了 信而受尽 潘汤 也看见了 信而受尽 所以这两个人 都脱离了圣公会 所以我们相信 在1907年 何首恩 到了Sara Chapel 到了潘汤的聚会当中 何首恩 也信而受尽 那个聚会 姊妹也是蒙头的 也是每一个主日 薄饼的 所以我们就看见 在尼托生早期的 这一些教会 这一些是 尼托生看见 教会的外面 那这一些 对于教会的观念 从哪里来的 第一次的何首恩 不会带到中国来 乃是经过了第五章 回到英国去以后 这个时候 神就让何首恩 看见更多的他 等到他把这一些 他的认识 教会的认识 带回来的时候 信而受尽 脱离宗派 蒙头 每个主日薄饼 这些跟弟兄会无关 这些是何首恩 亲身做例子 交给尼托生的 这个叫做他 下一页 1909年 这一次 刚刚弟兄已经讲到了 何姊妹带着离教室 那个时候离教室是 比他年轻 整整二十岁 所以1909年 回来的时候 那何首恩是 整整的四十岁 而离教室是二十岁 两位弱女子 她们就回到了福州 为什么她回来 这个故事是 兰培德弟兄 告诉陈弟兄的 原来在 回去的这两年里面 当然 七月份 有开戏聚会 所以姊妹 就去到开戏聚会 应该是 1908年的 开戏聚会里面 我们的姊妹 就遇到了 摩尔主教 摩尔主教说 他知道有问题 他说 我奉主的名 命令你 把真相告诉我们 所以何首恩才把 事情的原原本本 告诉了Bishop Moore 但是Bishop Moore知道 他不会再回到 圣公会里 但即使是这样 Bishop Moore有度量 他告诉姊妹说 我认为 你应当要回去 不过这一次回去 背后没有 强大的圣公会 做支援 这一次是换成了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神亲自打发他 回到中国来 所以这一次 来到中国的 何首恩 来到中国的 李爱莲姊妹 我们可以用 歌中之歌的 第三座园子的 下半段来看 那就是家偶的情形 我的家偶啊 你美丽如德萨 秀美如耶路撒冷 德萨是北边的 美丽的城 那耶路撒冷是 南边的美丽的城 威武如展开 荆棘的军队 底下有一段 对于家偶的描述 那如果你要问 用圣经上的话来形容 第二次来到福州的 何首恩 有没有画呢 那就是第六章的 这一些画 我下入何桃园 那向外观看 如晨光发现 美丽如月亮 交结如日头 威武如展开 旌旗军队的是谁呢 你有没有发现 何姊妹有很多的进行曲 他都讲到得胜 他都讲到被提 他都讲到宝座 我不敢少为失败 这个灵是什么灵 就是第六章第十节 那美丽如月亮 交结如日头 威武如展开 旌旗军队的是谁呢 我下入何桃园 什么叫何桃园 何桃园是硬果 就是冬天节的果实 当下到何桃园的时候 代表的是冬天 刚刚过去 然后又一个春天来了 我要看看 古中青绿的植物 要看葡萄发芽没有 石榴开花没有 所以何姊妹 回到中国来的时候 她不是回去结 她上一次秋天的果实 她是在 这一个春天里面 去寻找发芽的葡萄 和开花的石榴 所以我们的弟兄告诉我们 从1909年 一直祷告到 1909、1910 一直祷告到1920年 这十年 这第三个阶段 它基本上 不像第二个阶段 它是到处跑去布道的 这第三个阶段 它基本上是安静地 和他的同工 离教士 一起为着中国教会祷告 为着中国大地祷告 刚刚经过了冬天 何收恩经过了冬天 中国大地也经过了冬天 那何收恩来到了春天 中国大地也来到了春天 等到1920年代的时候 就是葡萄发芽的时候 就是石榴开花的时候 有人问何姊妹 为主做工的条件是什么 何姊妹说 为主做工的条件 是肯不为主做工 得他帮助的一些年轻人 为他着急 吸气他 为什么不出去设立聚会 为什么不到更大的城市 去做工呢 住在一个小小的乡村里面 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对他来说就是枉费 那时候对他 去看望他的弟兄 对他吼着说 没有人像你这样认识主 你最能活读圣经 你没有看见周边的需要吗 为什么你不做一些事情呢 你坐在这里 什么也不做 实在是浪费时间 浪费精力 浪费金钱 什么都浪费了 这就是为什么 正常基督徒的最后一章 叫做浪费 弟兄姊妹 正常基督徒生活怎么来的 我们说过 凡是你弟兄有贡献的东西 你去找 凡是你弟兄 震撼人心的经历 你去找 你都能够找到 何寿恩的影子 所以我们找了一首诗歌 是代表这一个阶段的 何姊妹的诗歌 这是刚才我们唱的 我们一起再来 把这一首诗歌 一起来念一遍 如果我的道路 引我去受苦 如果你是命定 要我力尖心 就愿你我从之 交通宜清职 时也客也无间 米酒米香甜 如果地月削减 求你多给天 虽然心可伤痛 愿灵人赞颂 地的香甜连接 若因你分裂 就愿你我之间 连结更香甜 这路虽然孤单 求你做我伴 用你笑容鼓舞 我来尽前途 主我靠你恩利 盼望能无几 坐以洁净器皿 流出你生命 最后一个阶段 就是我们熟悉的 1921年到1930年 这一个阶段 我们可以称它为 联合的成熟 我们没有时间 跟大家仔细来讲 但这一段 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在这一个阶段 你看见 在整个的圣经里面 描述到 一个成熟的苏拉密 你看这一段 第六章的结尾 就把苏拉密的名字 叫出来了 我们知道歌中之歌里的 牧羊人和这位君王 就是所罗门 所罗门 苏拉密 所罗门是阳性的名字 苏拉密是女性的名字 等到来到了歌中之歌 第四座园子的时候 这一位女子 就成了真正的苏拉密 也就是说 在她身上 你能够看见 苏拉密 在她身上 你能够看见 完全的联合 你看见苏拉密 你就看见 苏拉密 你看见苏拉密 你也看见苏拉密 不止如此 最后这一段 称这一个女子为 王女 在她身上 有属灵的权柄 在她身上 有冠冕的荣光 为什么你读荷子 你读其他人 你很难读到 这一个灵 她身上有被提的灵 她身上有得胜的灵 她身上有 得冠冕的灵 为什么 因为你在这里 看见一个王女 A royal woman 看见一个王女 在她身上 她信心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所以尼托森的病 得了医治 在她身上 有背十字架的痕迹 这一点我不得不说一下 1922年 和斯文姊妹 跟尼弟兄提到 宾路易师母所住的 得胜有余 more than conquer 他对尼弟兄说 我需要他说到的 十字架 在他身上的经历 尼弟兄大为吃惊 后来他渐渐地 开始懂了 人所需要的 不是得胜有余的道理 乃是十字架的经历 只有当人接受 十字架的经历 才有真正得胜的经历 1922年 何教士53岁 尼弟兄还年轻 他得救才两年 新 我想我们跳过这一个 尼弟兄 去找 何教士 大家记得 尼弟兄 小 王仔弟兄 五岁 所以 每一次礼拜五 他们开 那么那时有七个同工 礼拜五 他们开同工会 他就跟王仔吵 然后礼拜六 他就跑到 何姊妹那里去告状 整整一年半 他是带着委屈 去找何姊妹 然后何姊妹 不让他说话 只有一句话告诉他 年幼的 顺服年长的 这是圣经的话 尼弟兄很聪明 何姊妹也很聪明 没有给他辩驳 回嘴的余地 神的话说 年幼的 顺服年长的 这句话一讲 尼弟兄什么话 都讲不出来了 所以尼弟兄 是带着委屈来 尼弟兄是带着 泪水回去的 整整一年半的时间 他一直在看 后来他看到 王仔弟兄 跟另外一个 比他年纪大的 同工有争执 他又找到宝 他心高采烈地 跑回去 找何姊妹告状 他说你看 年幼的顺服年长的 这一次 他没有顺服年长的 你总应该 说说他了吧 何姊妹说 你控告你的弟兄 你像一个背十字架的人吗 你控告你的弟兄 你里面是羔羊的灵吗 因为这里有一个 背十字架的人 这里有一个羔羊的灵 他引导一个年轻的弟兄 你要背十字架 你要有羔羊的灵 所以到了十几年以后 1936年 你弟兄在古浪雨 做见证的时候 他说在 我懂得了一个道理 经过那一年半 我懂得了一个道理 在教会里面 要搞清楚的 不是对和错 对和错 在教会里面 没有地步 只有十字架 才有地步 如果你不肯背十字架 你就得不着 改变生命的能力 那一年半 对我们的弟兄来说 是极大的造就 弟兄姊妹 这里有一个做工的人 这里有一个结果的人 他所结的果 不是第二座园子的果 乃是第四座园子的果 和错文的信心 和错文十字架的功课 这些都在尼托圣身上 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在和错文身上 不仅有死的香气 也有复活的香气 我们所唱的这些诗歌 就把它复活的光 和复活的香 摆在我们的面前 如果今天中国教会 我们是持手十字架 道路的 那应该在我们的身上 不只有死的香气 我们也应该会有 复活的香气 所以你看 你弟兄就是这样 和错文有许多的诗歌 差不多四十几首诗歌 尼托圣身上 也有一些的诗歌 和错文诗歌的果子 结出了尼托圣诗歌的果子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羡慕复活 如果我们追求复活 在我们中间应该有一个果子 就是诗歌的果子 和收恩的诗歌 怎么样发出复活的香气 尼托圣的诗歌 怎么样发出 晒熟莓果的香气 你我心中的歌 一样能够发表 那位复活的主 我们有没有跟随和收恩的角中 我们有没有跟随尼托圣的角中 就看在我们里面 有没有和收恩和尼托圣 那样的诗歌 我们唱他们所写的 但是我们也要写我们所唱的 第三个 和收恩所认识的教会 刚刚我已经提到了 第四个 就是主的再来 我的时间已经没有了 我想我用这一个做结束 尼托圣是 余教士 是Dora余 余教士传福音信主的 所以他信了主以后 他就去读 余教士的书 他就读到了两个题目 他很有兴趣 这是他信主以后 一年去读启示录 跟但一礼书的原因 那一年 他把启示录跟但一礼书 可以说都背下来了 他也把许许多多 包括弟兄会在内的著作 他都看过了 他觉得他是一个 主再来的博士 但是当他遇见 何收恩的时候 他就问何收恩 主再来的事情 他心里的结论是 何收恩懂得 没有他懂得多 但是慢慢慢慢 他在接触 何收恩的时候 他就知道 在这里有一个人 他是懂主的回来 他更是等主的回来 这一个深深地影响了 尼托生 尼托生是懂主的回来 但是他不等主的回来 这可能是在何收恩身上 最明显的一个特点 所以尼利兄也成了一个 等主回来的人 我们唱选本诗歌里的诗 选本诗歌我们就知道 他是一个等主回来的人 今天何教士和尼利兄 已经都走了 但是我常常觉得 你看见站在讲台上的江弟兄 每一次江弟兄上台的时候 他一定会跟我们说 我们能这样子的聚集 我要感谢主的恩典 因为主很快就会回来了 主随时就会回来了 但是我们还能够这样的 聚在主的面前 他心里是满了感激 也满了期待 你知道陈弟兄走的时候 17年暑假 江弟兄的身体不大好 那我听说18年 江弟兄的身体又恢复过来了 弟兄姊妹 很多弟兄姊妹说 哎呀感谢主 你的身体又好了 你知道江弟兄怎么说吗 江弟兄说 我不愿意走 如果主让我的身体好起来 那只是为了一个目的 就是我要做一个 等候他回来的人 我要做一个等候被提的人 弟兄姊妹 一个与主联合的成熟 这个人身上有一个 最明显的特征 就是在他里面 有得胜者的灵 在他里面 有被提的灵 我最后不得不说 弟兄姊妹 当我们唱和教士的诗歌 当我们唱 你弟兄的诗歌 我们关心今天 地方教会的各种歌 我们关心他的诗歌 我们关心他的四大 敬前标记 但是让我告诉你 在圣灵的旨意中 如果你是走 和收恩角中的 如果我是走 你弟兄脚中的 那么在我们身上 一个最大的标记和托付 应该是得胜的灵 也就是说 你是真的 所谓地方教会 你是真的 所谓你弟兄的传人 那你不要告诉我 你唱什么诗歌 你不要告诉我 你多久播一次饼 你不要告诉我 你聚会的形式 是怎么样子的 我只要问一件事情 在属灵的征战中 你是什么样的态度 我们翻到最后一页 我们把最后 歌中之歌的最后 我们一起来念一遍 你这住在园中的 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 求你使我也得听见 我的良人啊 求你快来 如羚羊或小鹿 在香草山上 但愿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一起祷告 愿那位更大的所罗门 早日地回来